迪化街老四号很多 这一间传到了第三代街班的 米苔木老店演示 坚持纯手工制作 传统筛米的做法 不变的古早美味口感 几乎可以说是大稻城的美食传奇 三十几年有 从路边开始三十几年了 顺口就好吃吧 有人知道嘴巴停不了 有人一吃忘不了这好味道 会在大稻城 这一家超过一甲子的老店 古早味传承到第三代 坚持遵循传统来做米苔木 那边有鸭鸭的 鸭鸭鸭的 因为人工的其实可以这么鸡 像面一样 靠手工做出来的米苔木 没有多余的添加物 就是单纯米的香味 而米苔木料理就是由第三代老板 国家兄弟宗汉和宗龙 一块合力负责 要做超过十个小时 你才会知道的 你才会有做到东西 才会感觉做到东西 每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 六点半早起两兄弟 就得卧在工厂苦做 软Q的手工米苔木 是扎扎实实 从米一步步变身来的 米苔木用的是古早的再来米 浸泡三个小时之后 碾成米浆 接着加水用大火 慢慢拌煮到粘稠 一搅拌一搅拌到什么 搅拌它 因为开始有凝固的状 关系出来 凝固 就一块一块的 对对对对 要注意 不然它会黏在锅底 会超回答 用力来回半煮到半熟的米糊 这是米苔木最难的地方 火候的控制很不容易 一般外面叫做龟翅 就是类似面包要发酵的过程 重复一直拌一直拌 因为你要下面要把它 黏在锅底的东西 要把它清掉 不然它会越叠越厚 越厚之后就会 就会超回答 接着加入地瓜粉 靠着机器破云 不过还是要靠棕榮的手 不怕米团的高温调和黏度 已经受伤了 一定会有职业伤害 就是会比较痛吧 凭着十几年的经验手感 调和出软硬适中 具有米味的半成品 最后一个步骤就是把米糊 放在米筛上面 它是动上面的把米苔木退下去 然后下面在煮的时候 我会把它绕上来 动力不断的搓揉 从筛孔当中可以看到 一条条被挤压出来的米苔木 这动作得要跟时间赛跑 因为泡在沸水里头的米苔木 很容易烂掉 要浸泡到冷水里头泡凉 让每一条米苔木都可以弹牙爽口 不管搭配独特的咖喱酱汁 还是香气四溢的炸酱 口感滑Q 米香味十足 营养好吃又容易消化 而古早味不能错过的 还有铜栽米糕 你会看到蒸汽从这些孔冒出来 对对对 这样才表示说你有把那个气功打通 强调要打通米糕的任督二脉 这是古早的做法 让难熟的长糯米熟透却薄有嚼劲 至于最重要的配料口味 用红葱头 猪油 虾米爆香 自制的油冲酥 加入了猪骨熬制的肉汤 和热腾腾的糯米使命的搅拌 用手工的话 你会看到都会一粒一粒一粒分明 它不会像机器的那个力道太大 会把米给碾碎掉 兄弟俩在工厂料理完 要快递新鲜食物 到店里头的重责大任 就交给退居幕后当后勤部队的爸爸 只不过求好心切 虽然说儿子们已经接手十多年 但要求品质完美的老爸 还是不放心 当然那个小细节很重要 你那个给人家吃的东西 那个感觉不一样 你没有注意的话 小细节没有做好的话 那你东西不服做 要好吃的东西给人家吃 那是不行的 因为这家店可是郭爸爸 用心用力经营出来的 从路边的小摊贩 一路经营到大店面 拿出以前的照片 大家挤在榕树下 都在路边就大块躲营起来 曾经被大稻成的居民 称为是明台木奇景 因为很辛苦嘛 有一天劳略 每天都重复那些工作嘛 很无聊嘛 而且很忙 千篇一地板一面 然后就是一起来穿上鞋子 你会看到鞋子就怕 尽管嘴巴上喊累 但是郭爸爸说 开店开久了 客人变成了朋友 开店就变成了责任 传出事业 传出的东西 你没有人传出的话 这东西就没有了 所以也很希望还可以 我那个是因为 都是接老客人 勾矣的郭爸爸就觉得 传统的古早味 绝对不能失传 当面回来后 摸到最后还是 因为没有人熟嘛 旁边想跑也跑不掉 想跑也跑不掉 对 严父出孝子 郭爸爸把一生的好手艺 交给两儿子 努力做出幸福的古早味 国家父子用心卖力 要把快要被遗忘的古早味 继续地飘香下去